远红外线的治疗作用可以从气功弹起 中国3000年前,极有气功疗法,现在经过科学仪器测定 这些气功师所发放的气中,有波长8至50微米的远红外线 所以,气功疗法中,利用气功师的手接触于患病部位 与远红外光线的治疗效果是类似的 那么,什么叫做远红外线呢? 这就要从太阳说起了 太阳光线大致可分为可见光,即不可见光 可见光经三棱镜后会折射出紫、蓝、青、绿、黄、橙、红颜色来 红光外侧的光线是不可见光 波长由0.76至1000微米,称为红外光 当中4至400微米的波长称为远红外光 其中90%的波长介乎8至14微米 科学家称为生命光线 因为这段波长的光线能促进动物及植物的生长 人体主要由水及蛋白质构成 还包括钙、铁、钠、钾等微量元素 能发出5至30微米的远红外线能量 根据物理学理论 人体婴儿能大量吸收5至30微米的远红外光 这种远红外光可以使人体能量增幅 使身体内部都温暖起来 对有机的人体会产生共鸣、吸收及质量功效 尤其以波长6至14微米的光线 对人类以至一切生物之生长之为重要 现已获全球各生物学会及人体工程学会的一致公认 远红外线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1. 令水分子活性化 提高身体的含氧量 人体约70%是水分 血液的水分比率更高达80% 若血气不足 血液中的水分子便集结成 由四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分子结合的惰性水 不能通过细胞膜 远红外线能使水分子产生共振 变成由两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分子结合的独立水分子 提高身体的含氧量 细胞因而能恢复活力 精神舒畅 头脑灵活 进而能提高抗病能力 延缓衰老 2. 改善微循环系统 独立水分子可自由出入细胞之间 再透过共鸣共振 转化为热能 令皮下深层的温度微生 血流速度加快 微丝血管扩张 微丝血管开放越多 心脏的压力就可减少 微丝血管的功能 是向人体60兆个细胞供应氧气和营养 同时将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排除体外 如果微循环系统出现毛病 就会导致多种疾病 包括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 肿瘤 关节炎 四肢冰冷麻痹等 成年人微丝血管的总长度 可围绕地球三周 被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心脏 可见其重要性 3. 促进新陈代谢 微循环系统如果得到改善 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 就可迅速排除体外 减轻肝脏及肾脏负担 这些废物包括 引致癌症的重金属 引致疲劳及老化的乳酸 油离脂肪酸和皮下脂肪 引致高血压的油离子 以致引致疼痛的尿酸 4. 平衡身体的酸碱度 远红外线能净化血液 改善皮肤质素 预防因尿酸过高 而引致骨骼关节疼痛 平衡身体酸碱度 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 5. 调节高血压 低血压 一般患有高血压的人 都会有尖酸 头痛 失眠 焦虑 眼花 心悸 耳鸣 恶心等现象发生 而低血压的人 轻瘦而神经质 易疲倦 食欲不振 手脚发冷 头晕目眩等 高血压与低血压 是相反的病症 但经临床试验表明 利用远红外线 可以改善血型状况 加强微循环 使血压得到双向的调节 治愈高血压和低血压 6. 治疗糖尿病 如果胰脏分泌的胰岛素和尔蒙不足的话 就不能够很好地利用葡萄糖 如此一来 就会使糖分堆积在血液中 久而久之 妙液中会出现糖分 这就是糖尿病 由于糖尿病是代谢异常而引致的疾病 因此 既由远红外线理疗设备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有利于受损胰岛细胞的修复 对糖尿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7. 预防与辅助治疗癌变 癌细胞对高温的抵抗力十分微弱 利用远红外线的渗透力 热效应不会伤害到周围的正常细胞 但它的温度却可以破坏癌细胞 线体癌细胞在38摄氏度的温度下就会死亡 而一般的恶性肿瘤 在温度43摄氏度时 便有59%的细胞会死亡 所以远红外线有利于抑制 癌细胞扩散 预防与辅助治疗癌变 甚至可以治疗多年不遇的顽疾 8. 风湿脊椎病的康复 这两种病症发病时 除了激烈的疼痛外 还有严重的发炎肿大现象 实在苦不堪念 远红外线可以改善血型 并驱除积存在体内各部的淤血 此外它还使细胞活性化 消炎止痛 迅速使身体恢复健康 9. 减肥作用 由于人体内多余的水分盐分 和皮下脂肪在深温活化后随汗排出 由其脂肪在40摄氏度左右时 水溶性增强 更便于排出 因此起到减肥效果 20-30分钟的光波浴 其出汗量相当于长跑一万米 是其他任何短期运动减肥效果 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不善于或者不便于运动 又想减肥的人士 更是理想的选择 10. 养颜美容 远红外线对皮肤的辐射能激活皮肤组织细胞 使细胞内的酶、氨基酸、核酸等生命活性成分被激发 促进黑色素颗粒代谢和白细胞的吞噬能力 由于强化细胞的再生和固水力 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消除色斑 加之皮肤各层细胞能量的宿地和共振 将产生一定范围的重组 使表皮层趋向平滑 并修复真皮内的纤维断层 同时还使脂肪密质化 可迅速增加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 这种从人体内部调节起到美容作用的方法 是任何外用护肤品所不能代替的 远红外线治疗法起源于1976年 中国上海崔亲伟医生的临床研究 他发现远红外线可以治疗好冻伤 并于1977年在日本发扬光大 以日本山崎诊疗为首 联合日本许多医院 做了7年以上的临床试验 发现远红外线可以治疗50种以上的疾病 他们分别是 烫伤 火伤 冻伤 癌等恶性肿瘤的预防及治疗 胃炎 胃及12指肠溃疡 肝及胜疾患 膀胱炎 前列腺肥大 老人尿瓶 痔疮患者 咽尿 高低血压 坐骨神经痛 脑中风后遗症 五十肩 腰酸背痛 气喘 肢气管炎 耳鼻喉科疾病 神经痛 痛风 贫血 失眠 恢复疲劳 皮肤病 交通事故后遗症 自律神经失调 体臭 老人尿獨 老人尿獨 你就立刻了 老人尿獨 费